熊熊大火中还持续传出爆炸声 这是俄罗斯南部港口叶伊斯克一栋民宅 有俄罗斯战机坠毁掉落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这是一架苏凯34战斗轰炸机 起飞不久后就因为引擎故障起火 坠毁在亚素海沿岸叶伊斯克一栋九层楼的民宅 这起战机坠毁意外延烧超过2000平方公尺 俄罗斯总统普钦也在第一时间下令全力协助救援 俄国国防部则表示战机没有遭受攻击 而是在进行训练 两名飞行员也在坠机前就弹跳逃生 苏凯34是俄军现在的主力战斗轰炸机 可以搭载超音速弹头 载油量大航程远在叙利亚战争跟现在的侵略乌克兰行动中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生来可能就是为了逼空突防 然后提升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 另外北约跟俄罗斯都在17号展开年度核武演习 美国跟14个盟国一起展开坚定正武核武军演 俄军虽然在乌克兰战场败退 核武演习雷霆还是如期举行 专家担忧在乌俄战事紧张之际 恐怕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TVBS新闻女士颖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尔